要不然我就漏大武功 你們好 我是Ari 好大家好 我是Liz 我現在在Liz的家 然後還有這隻狗 這隻狗 那其實我一開始給Liz題目的時候 我跟Liz說 我們來談一個 Youtuber能夠做多久的主題 超級sad的一個題目 其實當時候你給我這個題目 我第一個反應是 我也有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 我不敢把這個問題很公開的談 我才加入Youtube沒多久 我們差不多吧 我是一年多一點點 我快要一年 對 第一個是我不太了解這個生態 我不敢站出來的時候 我全部都懂 就是我也不知道 每一步都是在摸索 但是又覺得這個東西變得很快 所以那個安全感 不能給的太多 以前沒什麼訂閱者的時候 當然有人看就不錯了 可是等到訂閱者開始加起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就是新鮮感吧 如果說沒有一直創造出有新鮮感的東西 那其實大家就算訂閱 也不一定會進來看 所以這就是我那時候看到這些 觀看書跟我訂閱書之後的差異 覺得有點 呃 在這個我們這個行業可以這樣子 所以想個題材 範圍那個方向要多之餘 那個素質也不能說太遠 對啊 方向我們都是對自己有要求 對 我有想過 但是就是想起來有點悲傷心 因為其實很老實啦 YouTube這個東西 你有電腦 你有照相機 甚至手機 對就算你不能講話 其實你也有表達你思想的方法 這個很多很多新的朋友 都在這一塊做不同的嘗試 你說怕不怕競爭 但很怕就是 就只是我們講的很多這一塊吧 其實也越來越多新的 對啊 然後他們也做得很好 我覺得好的方面是 讓我很想努力 因為我不想說越瘦越爛啦 就是那個口碑我想還是保持著 然後 就算我們只加入一年 但是其實就某些方面來說 我們兩個也在韓國 有持續做韓國這個 content 也沒有到這麼多人 對 然後 諷刺的說 雖然我們只做了一年 但是 好像已經在韓國 就講韓國這個 內容裡面也混了一下下 對對對 暗示就是說其實YouTube的turnover很快 一年你能待在這個YouTube世界裡面 持續發音頻一年 其實好像沒有很多人會這樣子 其實我在做的過程當中 也有陸陸續續看到有一些 跟我們一樣做韓國YouTube的 但是後來就沒有再更新了 對 太容易消失 太容易冒起 所以你剛剛問我說 不做YouTuber要幹嘛呢 其實我做YouTuber之前 我也不是在打一個什麼很腳踏實地的工作 結果我也是在自己做一些自己的project 自己做一些小生意 那現在有了YouTube占用了很多時間 比如說我以後想在美妝或者 在開一個什麼小生意 有一些是這樣子 真的可以幫助到那方面的人認識的料理 那網友也是 就是凝聚了一群認識你的人 所以我感覺 我不太想不做YouTuber 我的答案是 假如YouTube一天還在的話 然後還有人看的話 可能那個評論會沒有現在那麼密集 但是我一直都想 就在這個平台出現 因為感覺好像有個群老觀眾在看 對對對 然後看了你一兩年 一個禮拜看你三四次 很捨不得 所以假如沒有人拿刀放我 不讓我拍的話 我會繼續拍 但不排除有別的發展 因為其實我最近開始遇到主題上 我想要變得比較多元化 我也不想要一直都介紹韓國的東西 欸你們知道Lise她明年會來台灣耶 對 我在一支影片可能五秒鐘這樣閃 我知道的朋友就真的有在看了 所以這就是尷尬的地方 你看我們兩個都是在做韓國的事 那假如因為我們生命的軌跡 我們要到別的地方住 那難道這個頻道就報廢了 對啊 像我現在也是住在台灣 我也不是住在韓國 但是你就偶爾要回來 假如你這個形式的話 就真的那種出差的感覺很強 因為Aaron的那個 schedule拍很慢 對 跟我們這種在韓國待的 生活模式就很不一樣 沒錯 因為我會去計算說我這一趟來花多少錢 可以發多少支影片 對 之外呢還有這些影片 讓我在台灣編輯多久 對 能不能回本的問題 我一開始因為我的目標定得好明確 我今年100K 然後我整個頻道的方向變得很數量化 業績達不達標 然後我一開始的影片其實也跟你一樣 又是主題性的 到現在為止 最多人看的還是韓國男生那一支 剛開始翻 因為還不太知道 不會興趣 但是到現在我回看的時候 我會興趣 因為那一支有一點是我覺得 用爆點來賺那個點心率 我自己會有點興趣的 而且你知道講那種什麼五個 他的特徵 都是用一些固有的概念來總結一區的 對 其實就跟我做那個明動不必去的 雖然我是真心覺得 對但是我們下的那個標題 或者講的一些方法 就讓人好像覺得有點是 有爆點我要來看 對對對我要來看 經過這段時間 其實我也自己有在想說 那如果我不做YouTuber 我想要做什麼 超多的 你會那麼多語言 其實我有很多觀眾問我說 可不可以幫忙做代購 應該也有不少人問題吧 有 我都說我不適合 對 我有想過這一個business 因為如果說今天這個東西是 其他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買到的 我的價格絕對不會比較便宜 那我為什麼要去做這個 每個都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 就會想說 與其我們一直幫公司做代言的感覺 那還不如我去找說 是不是我能夠找到我真心覺得好的產品 那個東西是一般比較買不到的 我會開始往這個方向想 大家都可能覺得網上的名氣太不實在了 你會找到有Aaron這種熱誠 然後這種就是 ambition的話 我覺得你是適合PostYouTube的發展的 那我來說我也提到生意 但是我可能就是一些還要跟人家合作啊什麼的 我的重點可能還是放在影片上面 其實我在講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有時候會想說 我是不是一個逃避的心態 想說YouTuber要是我做不下去的話 就不看好這一塊 我們越來越不想要標題上或主題上已經很有爆點 可是偏偏看到別的影片的話 都是這種爆點的 會比較有 然後看到人家的點擊數 哇媽的我 我問你 這是什麼髒話 我幫你 天哪 我說天哪 天哪 天哪怎麼是我的三倍 明明我這個東西我以前的影片也說過 那標題下錯就沒有人看嘛 真的 見得我們完完全全的贏 要不然我們就做別的內容 要不然我就肉大武功 結果我們還是有一些事情真的做的不舒服 因為我們的開心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今天真的超開心可以來Lise的家 然後我也有拍Vlog 如果說你們有興趣看Lise新家的環境的話 歡迎你們看我之前的Vlog 超玩的 那我的下一支影片會跟Lise討論到 我們跟廠商合作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去Lise的頻道看喔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我們今天閒聊的影片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在左下角按個喜歡 然後也歡迎你們Follow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我覺得很直接 就是我想大家知道 一個真的在韓國住的人 是在過一個什麼樣的生活 我真的不是每天去明東 我真的不是每天去南山塔 然後觀光 不是你還是有日常的生活 你還是要去買菜 比如說天氣變冷 你家裡的東西 還是有一些設施你要做好 我們香港有個字叫 接地 接地 接地氣嗎 喔接地氣 對就是我比較喜歡做一些 真的很靠近的生活 其實我很喜歡拍Vlog 我前期的影片很多都是Vlog 可是 你收起來了嗎 我沒有收起來了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每一個影片的主題性 沒有那麼鮮明 就是我的生活嘛 所以那個觀看書一直沒有上來 這帶給我的壓力太大 然後我就放棄了 那我就去找個主題 像是拍為什麼不要去民眾之類的 那反而那總會發現 有人看了之後 就 沒辦法 就會一直往那個方向邁進 因為我不想算回去沒人看的那個 很可愛 你才到30分鐘吧 你頭靠在很大腿 滿多新人很放蕩